我們終極普選聯盟由十三個民間團體組成 我們現在將時間交給我們普選聯的召集人 馮偉華和他們講一句話 感謝大家出席今日的旧行 大家努力去收到一定的情況 是不是? 是 我們堅決爭取普選 我們是希望廢除功能組別 我們越大越好 當然我們有說過說 引退兩屆 但實際上 我們是要求盡快廢除功能組別 和實樂落實雙普選 今天我們有一個宣言 我會簡單地跟大家講一講 其實無論是董建華 還是曾蔭權當政 他們的管治能力和民望 仍然都是十分低落 管治危機 日益加深 其實 不單止跟他的個人素質有關係 是跟政治制度不公平是有關係 因為這個制度為充滿特權 這個制度不能夠實踐民主的理念 所以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是一直這樣去累積 是無法化解的 在現在 如果政治的制度 再不來一個徹底的民主化 我們覺得 特區政府是無法再駕馭到 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我們認為 只有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制度 才能夠化解到這些環境 和為社會改革帶來契機 香港人已經奮鬥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 去爭取落實真普選 這份的堅持是值得我們的驕傲 值得我們去繼續努力的 我們一直覺得 緊握政治權力和特權的一批建制派 其實由始至終 都不願意放棄它的特權 我們要用我們的行動 表達我們對民主的訴求 爭取總日落實雙普選 是不是 近期政府提出的2012政改方案 實際上是爭取無法接受 是不是 是 我們覺得這個finding的方案 是不能夠實踐到民主的理想 我們要求盡快落實雙普選 我們絕對不會接受這個爭方案 是不是 是 我們認為 香港實際上要具備 所有去實施真普選的條件 我們的選民是成熟的 我們的社會是成熟的 所以 我們是應該有真普選 盡快實施 是不是 是 根據過往的民調 其實 很貫徹地告訴我們 市民是需要 要求雙普選的 其實最可謂 2012有雙普選 是不是 是 但是就算 2012 未必做到 我們也應該堅持 堅持繼續爭取 盡快落實雙普選 我們期望 我們也要求 特區政府和中央 進一步去承諾 實施雙普選 是不是 是 我們說的雙普選 我們說的普選 是 是 我們深知 民主普選的路 是艱辛萬長的 我們必須要繼續堅持 迎來二場 在這個時刻 我們覺得是到了關鍵的時刻 我們今天走出來 是要將我們堅決爭取普選的信心 決心 告訴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知 我們是堅持以和平理性 團結對話 和爭取普選落實 真普選的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我們的行動 可以實現香港 長久以來民主的夢 希望大家一齊堅持行動 是 是 我要 投選 我要 投選 我要 投選 取消 功能組別 取消 功能組別 取消 我們不要政制的難方案 是不是 是 不要 難方案 不要 難方案 不要 難方案 取消 功能組別 我要 投選 我要 投選 取消 功能組別 不要 難方案 好了 我們現在 請 我們今天遊行的組織者 蔡耀聰 跟我們說一句話 各位 市民 各位朋友 首先 我們都相信 我們都相信 我們團體很感激 今天大家來到的參與 這次的遊行 在我搞這麼多人裏面 是有相當的難度的 第一 從我們普選來決定 搞今天的五次遊行 到現在 只有兩個星期 那為什麼這麼深 要打遊行 呢 首先我們 是 不要政府的難方案 是不是 不要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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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在 現在 這個難方案 來正式提上立法院 去表決之前 就要很強烈去提出 我們這一個的 分別 和抗議 所以 雖然時間去轉速 中級普選領法 都決定 今天 是 進行這一個的遊行 向 特區政府 和中一政府 提出我們 第一個的警號 不要難方案 不要難方案 我們知道 如果 如果 特區政府 和中央政府 繼續 樂視 香港人 對普選的 要求 我們 是會 繼續 和更強烈的 抗爭 是不是 是 抗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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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的遊行 第二個 和我們 的難途 是 我們 猜不到 今天 的天氣 都好像 我們 都曾經 經歷過的 好像 03年7月 的一個 炎烈的 雖然都未去到後面 但是 在五月初的時間 都是 真是頗困難 香港大家 都已經 漢劫了一漢 但是 我想 我們是不會珍惜 我們的 漢水 是會繼續 堅持 落海 所以 我是特別感激 今天來到 參與的所有市民 我們為大家自己 的參與 鼓掌好 鼓掌聲 吵敬 我們な 我們在 jal 行的中途 怎麼算過 參與的人数 此外 Hee 新遊行的市民是有3,300人 團結一致 爭取普選 這個數字 雖然比起我們當年曾經有過的 上萬人 比十萬人的遊行 是有所不同 不過我覺得這個數字都挺特別的 33 都已經和平日遊行可能有些關係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三三不俗 是 香港來的抗爭是不會停止的 是 他的抗爭 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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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mah 回謝牨 ребенら薄漳出美 不要 爭保能 不要 爭保能 好